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选择旅游目的地的时候 你会首选什么类型的地方呢 估计有不少小伙伴会想 肯定是去一些游客少 又有原生态美景的地方 这个想法确实没什么问题 但真正有问题的是 其实这样的地方有不少 但人们知道的却不多 甚至有些地方空有美丽的风景 和质朴的民风却显为人知 在亚洲就有这么一个国家 塔吉克斯坦 这个国家不出名的原因 一方面不出名 是国土面积太小 甚至他们的首都 也就能勉强能比得上 我国的部分县城 另一方面则是交通不发达 一些帮人规划人生的课堂上总说 人要更快捷地接触世界 首先得有车 不过车要想接触这个世界 首先得有路呀 所以这些话说一半的人 就很招人翻 塔吉克斯坦就是这么一个 因为交通问题 几乎被世界遗忘的国家 而且这里大致属于伊斯兰教国家 所以非常的传统保守 不过塔吉克斯坦的特产 也是相当丰富的 由于经济发展落后 这个小国家还保留着 大面积的原始风光 不仅如此 在城市里行走 还能看到一些发达国家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风貌 现在随着信息技术普及 塔吉克斯坦也在不断与时俱进 尤其在建设和旅游业方面 而且别小看了这么个小国家 据了解这里的男女比例失调 女性远比男性来得多 而且当地小姐姐的颜值 还是挺高的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转转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关注转发评论点赞哦